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悲感幸福,却会在幸福进行识患得患失,就像现在感情中的我们,总是喜欢不停地转测对方的心情,不停地猜忌对方的想法,然后开始惶恐不安,开始患得患失,开始责怪自己,哪里做得不够好,可事实证明,太过在乎,就是失去的开始。 不要过分地在乎身边的人,总会有人让你悲伤,嫉妒,并不是他们有多坏,而是因为你很在乎,一大过于在乎,你就已经输了,什么都不在乎的人,才能无悦则更,太重感情的人总是这样,寄希望于长久的时间,人这一辈子,与其活得累,还不如丢掉一些人货物,让自己也轻松一些,只有自己过得好了, 才有力气去经营更多的爱,别人的眼光和看法不然重要,可如果你一心想要活成大家眼里的样子,会被累坏的,毕竟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,努力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,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要始终心里有爱,眼里有光,但别让感情成为你的负担,你要有大大爱的勇气,更要用放下爱的魄力,不管爱情还是友情,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,而是理解。 默契,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,无论什么时候,无论怎样的心情,我们都不必抬头仰望别人,把眼光从旁人出身回,你才会发现,自己意识最美的风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